刚刚出场的这兄弟俩是郭阳 郭两 相信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熟悉了吧 这哥俩现在名气不小啊 在很多电视台的综艺节目上 都能看到他们出色的表演 但是你们知道吗 这哥俩小的时候有个外号 叫大话王 这身边人啊 最常跟他说的一句话就是 你们可别做白日梦了 可是谁想到折腾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这小小大话王 还真就把白日梦给实现了呢 话说这小时候啊 这哥俩是真头 典型的熊癌子 什么爬墙上树啊 招猫斗狗啊 这成绩更是班级里的倒数 这爹妈也着急啊 所以呢 挨揍更是家常便饭了 爸爸打完妈妈打 然后最后就是混合生的 实在是没招了 也得另辟蹊径呢 说这人总得有个一技之长吧 哎 家里以前呢 爸爸学过快板 所以就想着 不行让我这俩儿子学快板吧 就这样 从小学开始 郭阳郭亮就开始跟着父亲学起了快板 你听说 这兄弟俩学的还有模有样的啊 不出几年 家里是贴满了各大才艺比赛的奖账 可是你这快板打得再好 这也得面对学校的文化课考试吧 眼看着要考初中了 想想那会儿同学都是年纪小 也都爱撩闲 没事就刺激他们两句 你们两个呀 又是只会打快板的大笨蛋 什么学校都考不上 挺气人啊 甭管是不是玩笑 但是这些话就如一盆冷水一样 直接泼的这兄弟俩是透心凉 但是当时只有爸爸力挺天下呀 这把邻居们都练无语了 见着老郭就说 我说老郭啊 你们家那俩儿子 成天噼里啪啦叮了光愣的 弄到大半夜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一直到中考前的三个月 他们参加了小学生才艺大赛 并且一举拿到了最佳才艺奖 刚刚走下舞台的时候 一位中年男子拦住了他们啊 问了一大堆问题 这哥俩听得也是原理物理 也没太记住 总之就记住了最后一句话 甭管你们俩什么成绩 舞钟欢迎你 就这样 郭阳郭亮用快板敲响了 重点中学的大门 谁又能想到当年的小小大话王 真的实现了白日梦呢 我已经有心美了 我们再说